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說 這4家公司被控將敏感技術和物品轉移給伊朗的導彈計劃 將受到美國政府限制援助和出口 制裁已經在星期三實施為期兩年 其中受制裁的兩家中國企業 是成都貝斯特辛材料有限公司 和資博艾利麥貿易有限公司 另外兩家受制裁的俄羅斯公司是 尼爾科集團和埃勒孔股份 蓬佩奧還表示 我們將繼續努力阻止伊朗的導彈開發工作 並使用我們的制裁機構來聚焦外國供應商 例如這些在中國和俄羅斯的企業 他們向伊朗提供和導彈有關的材料和技術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宣布退出 在前總統奧巴馬時期達成的伊朗核協議 特朗普多次批評核協議存在致命缺陷 包括沒有阻止伊朗發展、彈道導彈等 退出後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 並尋求達成新的協議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財政策 主任的財政策 並且散開發展、彈道財政策 並且散開發展、彈道財政策